我们基于疫情的变化 认为还有延长的必要 单日确诊连续破迁 染疫术预计只会越来越高 短期内百公百业大受影响 所以行政院在15号还请立院同意 要将纾困特别条例延长一年 而且这预算还有深 相关带执行的预算 还有1300亿 之所以还有些没有执行室 和我们疫情控制相对稳定 也有关系 至于会不会再来纾困振兴等等 都会视疫情发展而定 预算怎么用 看来再发振兴券不是不可能 只是自家立委曾大赞 无备券有加成振兴经济的效果 现在态度 不希望说经济受到影响 像前年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必须发无备券 那如果说我们的经济是稳定的 而且大家都可以正常生活 那表示我们的疫情是控制的好 那这不是比振兴券还重要吗 好巧不巧在野立委也有类似看法 的确是需要振兴的 但是是不是比较好的方法是 就是说怎么发振兴券或者是 怎么从产业下手去帮忙 好像如果真的要是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快塞 那是不是要把这些钱反应要花来这些 提供更多这个公费的这种快塞补塞的这种事迹给民众 而不是只是说好像又再领一次再领一次 到时候这个钱也不知道花在哪里 要防疫也要稳定经济 这笔钱如何用到人民心坎里 政院仔细思量 TVBS新闻 李明辉 刘立成 专凯玉 李怡婷 台北测谎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